嗨 我是路克 今天繼續來聊聊這次的獨立卡俠 在這部影片 我會整理這幾天看到的幾個常見問題 並給出我的想法 詳細的機制跟細節 在簡評中已經講得很完整了 這部影片講的內容不會那麼深 內容會改成更直接的問題導向 先看到投資相關的問題 首先是第一題 有雙龍死的話還要抽嗎? 其實我覺得這問題很有趣 畢竟點名的幾乎都是雙龍死 新規完全被當塑膠 先看一下之後三個月的排程 這邊並沒有提到夢魘集 姑且就當沒有自家夢魘集的存在 會問這問題的人 主要的考量是龍成就 如果沒有自家夢魘集的話 就只剩地獄集會有龍成就 以地獄集的關卡設計來說 輕規的機體絕對是綽綽有餘 畢竟像地獄集這種短關卡 基本上不用去煩惱輕規的弱點 個人覺得 索多瑪的隊長規格 實在很難跟這兩張龍黑金 有效的做出市場區格 簡單來說 如果你有抽到死或輕規 想處理地獄集的龍成就的話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足夠的 此時會延伸出第二個問題 抽來當隊員值得嗎? 這問題通常問的是索多瑪 但我發現格拉莫的詢問度也蠻高的 那我跟這合在一起講 先看到索多瑪的部分 技衣給了超多輔助型能力 當初會被嫌沒有集傷 是因為他當隊長時的輸出不夠高 換句話說 技衣不給集傷這件事 嚴格來說並不算這招的缺點 如果他隊伍技跟隊長技的倍率夠高 讓整隊的輸出能跟上環境 我們就不用依賴技衣去做爆發了 這種純輔助技能在環境上其實不少 林黛玉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並不覺得這種技能就是爛 畢竟輸出可以靠其他角色去支援 看回到這招 如果我們探討的是 他當龍隊的隊員價值 代表隊長不是索多瑪 而是其他龍類 這招會有幾個能力要刪掉 他主動技的實際效果會變這樣 自身解鎖並解除大量負面狀態 定板 灼熱與一步一傷抗性 龍獸無視攻前盾與拼圖盾 條件兩回合延遲 自帶解盾與抗性的定板 同時還有超強的專屬武裝能用 我覺得很棒 更別說他還有技術 雖然說要求滿劍瑞值才能開 要煩惱的只有整場開一次這個限制而已 刀傷 三回合抗憤 滿血 定板 鎖100C 自身8倍攻 自身輸出是首效力速盾 全滿消除盾與恩屬盾 指定屬性追打 繼而給了很多增加輸出的手段 解斷能力給的非常高級 甚至還能把C數固定在100 我們可以靠這招 去處理指定31例以上的首效力速盾 這樣子就不需要依賴威艱技能了 如果關卡沒有這種低能敵技的話 也能在不少隊局發揮決定性的影響 隊員價值真的沒話說 再考慮劍骨龍的兩個被動 這張卡在龍隊會有很高的存在感 此時會延伸出一個問題 在剪評中我有提到 之後非常有可能會再出一張龍黑金 然而環境上的黑金幾乎都是單邊隊長 換句話說 如果我的推測屬實 那我其實可以選鎖多瑪當戰友 因此這張卡的自備價值 或許並沒有想像中的高 以目前的情況來說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龍隊 再考慮抽這張卡會比較好 反正這次卡下開放8週 因此我們也有非常充足的時間去做判斷 至於格拉莫就沒話說了 雙氣的結盾對象都是全隊 因此能在龍隊以外的隊伍 看到這傢伙的蹤影 其實他跟化眉丸的相性很好 考慮化眉丸做隊長的情況 這張卡是無法自立處理攻前盾的 我們就能靠格拉莫去支援 考慮雪萊做隊長的情況 如果戰友選擇化眉丸的話 這隊伍要想辦法處理攻前盾跟拼圖盾 靠格拉莫一張卡 就能同時處理兩個問題 更別說記憶的結盾效果是跨兩回合 換句話說 化眉丸的隔回合砲擊 可以吃到這個無視攻前盾的效果 考慮投尾人成就或是三人成就 讓雪萊隊長選擇化眉丸戰友 隊員的格拉莫會有非常高的存在感 這次卡俠整體只有所有的比較尷尬 丟個幾抽撈肥婆我覺得很賺 再來看到檔期相關的問題 首先是第一題 加倍時段是什麼時候 第一次的加倍時段 是7月23號到7月25號 也就是第二週的禮拜二到禮拜四 第二次與第三次的加倍時段 則分別在8月初與9月初 我看有不少人 只記得前三天沒加倍這件事 卻不記得真正的加倍時段是什麼時候 我認真覺得這次的時程很奇怪 以往的加倍都是在第二週的禮拜四開始 這次竟然改成禮拜二 剛好地獄集也是禮拜二開放 合理推測這個地獄集會做球給索多瑪 所以才會把時段改成這鳥樣子 再來是第二題 專屬武裝怎麼拿 回答這題之前 龍火說一聲冤枉 在當初的資訊整理中我有提到 有兩種圖鏡能入手共三種形狀的專屬武裝 第一種圖鏡 是拿破崙挑戰任務的通關支柱獎勵 LV1跟LV2都打滿五次的話 分別能入手龍禮跟龍刃 第二種圖鏡 是神魔節福利關卡的通關支柱獎勵 通關滿五次能入手龍服 然而 慶祝活動卻沒有寫清楚 專屬武裝的其他入手圖鏡 資訊整理沒收入這些內容 是因為他當初真的沒寫 並不是我忘記 以目前這個時間點來說 其實還有三種方式能入手專屬武裝 首先是累計千道 滿三天能拿到龍蚊 再來是發動龍客次數 開滿五次能拿到龍蚊 最後是競技場戰鬥次數 打滿五次能拿到龍蚊 如果不知道怎麼領這些獎賞的話 記得點選主畫面左上角這個 神魔節歡曲派對 其實我覺得這幾個圖鏡很違反直覺 首先 一物是這次六張十抽的專屬武裝 入手圖鏡卻跟這次獨立完全無關 而且分布非常零散 因此詢問度居高不下 再者 這麼重要的資訊 居然沒在慶祝活動寫完整 這次的神魔節活動 有不少細節都沒做好 復刻點選也是讓我很有意見 我會在下一部影片介紹 這次復刻點選的簡評 畢竟詢問度也非常高 同時也會點出 這波復刻點選最大的矛盾點 以上是我整理的獨立常見問題 如果喜歡這樣子的簡答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並分享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本來 Спасибо 平ное큐 並鐗 不可